大家好,我是奥雷 今天要讲的电影叫 我左眼见到鬼 老徐和阿珠结婚没多久 就意外去世了 在他的葬礼上 前女友苏珊哭得死去活来的 而作为妻子的阿珠 则无动于衷 阿珠和老徐从相识相知到结婚 总共才七一天 也就是散婚 因此感情并不深 他刚认识老徐的时候 老徐把自己移一顿夸 阿珠以为他在吹牛 结果现在才知道 老徐真的是一位大富豪 于是阿珠过上了迷失自我的生活 一晃过了三年 阿珠已经完全适应了富人的生活 由于实在闲得慌 所以经常干些莫名其妙的事 比如偷自家公司的包包 阿珠从小的梦想 就是嫁个有钱人 结果梦想实现后 就无事可做了 婆婆虽然觉得阿珠不争气 但是也拿他没办法 而老徐的妹妹小徐 则一直在帮阿珠 这什么情况啊 说好的豪门深似海 勾心斗角 而与我诈呢 虽然阿珠和老徐认识 不过七天 但是他其实很爱老徐 不过他不敢表现出来 因为别人会说 认识才七天 能有多爱 不就是为了别人的钱吗 于是他便装作 对老徐的死无动于衷的样子 这样在外人眼里 就显得正常了 于是酒驾的时候 阿珠出了车祸 灵魂被撞出了体外 此时出现了一名男子 小王 小王告诉他 赶紧回到肉体里去 阿珠怕痛 所以不听 小王只好把阿珠吓回到了身体里 最后阿珠被抢救了回来 在住院的时候 阿珠听到了奇怪的对话声 仔细检查 也找不到姻缘 后来发现 自己撞伤的左眼 能够看到鬼 原来阿珠的左眼 被撞成了阴阳眼 还附送了一对阴阳耳 原来是鬼差来抓人的 经过小王的提醒 鬼差才发现 自己虽然来对了房间 但是来错了医院 鬼差走后 小王打了一套中二拳 随后小王发现 阿珠能看到自己 吟笑了几声 便离开了这里 阿珠出院后 小王跑到他家里吓唬他 看到阿珠被吓得到处跑 小王感觉很有成就感 二人在打闹中 救下了一只受伤的小狗 后来阿珠适应了 被他吓唬的生活 同时也知道了小王的身份 小王是他的小学同学 从小就很喜欢做死 据说后来 在一次事故中被淹死了 听完后 阿珠没什么反应 还直接睡着了 为了防止他感冒 小王用报纸给他当被子 以至于兽医出来 没看到阿珠 结果把阿珠关在了医院里 阿珠因此迟到 不过阿珠觉得 自己上班就是玩游戏和发呆 参不参加会议 迟不迟到 根本无所谓 伯伯警告他 不管在公司里做什么 必须要待满八小时 也就是说做个样子 一天阿珠把车子送给网友 山姆修 但是山姆不在 阿珠在和山姆的父亲 对话的时候 看到了山姆死去的女友 女友发现 阿珠能看到他后 便找到他 希望他能照顾好山姆 并送了他一封信 叫他日后再拆开看 晚上阿珠又收到了 山姆的电邮 他想到苏珊还单着 于是把电邮转发给了苏珊 希望他能和山姆插出火花 一天晚上 阿珠在家门口 发现了一名红衣女鬼 小红 原来阿珠的父亲 在知道阿珠被小王缠着后 给小王办了场冥婚 现在小红赖着这里 不肯走 阿珠和小红商量了一会儿后 小红答应离开 不过在离开之前 想上阿珠的身 因为小红一辈子都没漂亮过 他想看到男人 为他倾倒的样子 最后阿珠可怜他 于是答应了他 谁知道小红玩上了瘾 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小王只好冒着生命危险 去庙里找人帮忙 最后小红被赶走 不过由于庙里有神灵庇佑 小王受到了神灵的攻击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阿珠不知道如何救治小王 于是来到殡仪馆找鬼帮忙 这些鬼看到小王伤势这么重 都断定小王会灰飞烟灭 不过从他们的对话中 可以得到线索 鬼是可以改变自身样貌的 阿珠没办法 因为小王是水鬼 于是把小王扔进了泳池 经过一晚上的恢复 小王伤势痊愈 后来小王便陪着他一起生活 两人收养了很多小狗 还养了很多向日葵 苏珊查到 山姆的邮件是阿珠转发过来的 他很感谢阿珠 因为他觉得山姆还不错 很适合交往 因此苏珊和阿珠的关系开始变好 此时出现了一大段的植物广告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这段剧情很多鱼 还很唐突 就是小红上了小徐的身 小红为了保持淑女的矜持 从没吃过一顿饱饭 现在变成了鬼 不投胎 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心愿 停上去很可怜 但是他的食量 是正常人的好多倍 他赴小徐的身 就是为了能打个宝格 阿珠怕小徐被撑死 于是主动请求小红赴他的身 小红吃完后 心满意足的被鬼差带走 这段剧情完全就是为了植入某消化药的广告 所以显得很不搭 一天小王告诉阿珠自己投胎的时间到了 过不了多久就要离开 后来阿珠又知道了 婆婆得了癌症 婆婆发现阿珠正在改变 觉得可以放心把公司交给阿珠 终于到了小王要走的日子 小王答应阿珠帮他叫出老徐的鬼魂 只要他大声骂老徐 说反话就可以了 完成后老徐没有出现 小王喝完梦婆汤后 安心的离开了这里 后来阿珠见到了山姆 山姆竟然长得和小王一模一样 此时电影的谜底也解开了 小王其实是老徐 他变成小王的样子 是想撮合小王和阿珠 他已经查清了小王的个人习惯和爱好 于是模仿他 这样以后老徐走了 阿珠和真正的小王在一起 就不会不习惯 而小王的英文名就是山姆 修车的山姆就是小王 至于老徐的相貌 全篇也只有一个背影而已 最后阿珠幸福的和山姆生活在了一起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是想告诉我们 死去的人最希望看到的 就是自己身边的人 能够开开心心的活下去 过好每一天 接下来是微博问导阿环节 其实以前基本每天都去华山 但是最近这两天没去了 因为视频没做完 晚点投稿就会遇到高峰期 审核会很慢 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时间实在不够用 好了就说这么多 我是奥雷 我们明天见 最后是广告时间 大家好 我是拿言 和你一样 我们也喜欢看奥雷讲那些 童年不敢看的 错过的电影故事 而要想知道什么手机更好 就来看科技美学的视频 加油 每日收藏天猫 清品优惠 更有APP专享万款商品 独家优惠 每日更新哦 只需扫描二维码下载 剁手小窝 或关注微信 S幸运 买再多也不怕剁手了哟